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 许多在别的行业是基本常识的问题 跑到房地产市场 就变成了奇奇怪怪的知识 许多市场参与者乃至评论者的脑袋 在这种所谓的责任与爱护中 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 最近媒体报道 惠州大亚湾一个较东方博越府的盘打了4.8折古折价卖楼 零首付单价只降5000 8600元每平米起现房送车位 这个楼盘去年备案价是1.5至1.6万每平米 现在加上优惠叠加不到8000元每平米 说腰斩不算夸张 网传帖子也很会制造热点 夜主一夜睡醒 损失了50万 事宜就去维权 此前同区域还有一个海伦宝珍月府 也打了4.8折卖楼 项目销售均价1.44万每平米 低楼层打出6800元每平米的低价 目前看到 两个楼盘似乎都被暂时封盘了 并且 大亚湾房管局对外澄清 事务读 关于惠州的房地产市场 粉丝们都比较清楚 我们过去写的文章也比较多了 如果一直按我们的思路操作 是不会被活捉的 类似这样的新闻对人心产生的冲击很大 但真正了解并参与过惠州楼市的人 应该不意外才对 一般而言 说股票跌个一半 大家都不那么恐怖 但是说房价跌一半 就似乎天方夜谭 实质上都一样 资产价格的波动有时候很夸张 而且 不论是不是好城市 跌起来的时候 价格超杀都是常有的事 你现在在深圳也一样 跌三至四成的很多件 对这类事情 我们要有一个处变不惊的心态 惠州这次的楼盘打跌价 不是今天 也不是这两个 从去年到现在很多都已经这样了 像惠东沿海 名盘碧桂园十里银滩 十年前开盘价五千块每平米 现在贝壳上最便宜的价格 都有不到两千五百块每平米的了 去年至今 有粉丝花了二十多万 买了下面这个小户型住宅 都是自住 有人词观硅谷里 有人漏夜赶磕场 价格下跌 会带来需求 就会有原来不想买买不起的铜鞋出手 这是最根本的稳定市场的手段 还包括车位的价格 昨天这个消息疯狂传播的时候 一个粉丝发来微信 他住的星耀国际小区去年还买十五万一个的车位 四月初开发商疯狂降到四点二八万 然后他买了两个 深圳的同学经常一说起惠州 就是狂甩头叹气 觉得这城市不行 我个人喜欢把这个事儿简化 扯明白供求关系就好 就足够自己做对决策了 一个很好的城市 如果房地产的供应量足够的大 房价也可以涨不动 一个很差的城市 如果房地产的供应量持续足够的少 房价也可以涨一涨 惠州这个城市是一个平常的三线城市 它的问题直接在于住宅供应量太大 一个人口只有佛山一半多的城市 还不讲收入 常年供应量比佛山还猛 这个不需要用数据 沿着几条高速路开一圈就能知道了 这也是为什么想来搏一把的 最后都亏了的缘故 你没有能力扛住持续放大的供应 这几年来的深圳也是同样 房价下跌有其他非常多的因素 但是住宅供应量 尤其是公共住房供应量的大增 也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一点 一句话 现在的市场 资产价格在崩 这种时候 你只能忍受 包括地方政府 诚实承认这一点 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但我认为 越是在此时此刻 越是要强调基本常识 今时今日 市场最重要的事情 是把定价权还给开发商 简单说 允许他们降价 关于这一点 我在去年就谈过了 但是这一轮调整至今 和过往一样 凡是有开发商降价促销 一定会出现两个结果 其一 前期的买房人激烈维权 其二 当地政府出面叫停 无知为恶意降价 现在这个市场 用一句话描述 B端 C端都需要降价 唯独G端 既不让涨价 也不让降价 市场需要一轮降价 才能重新实现 供需均衡 比如上面的案例 价格下来 收入较低的人群 就可以买得起房子 但是G端在控制这个 顺周期的时候 不让楼盘涨价 拟周期的时候 不让楼盘降价 管理部门 却有自己的苦处 或是担心 前期买房人维权 造成不安定 或是担心 楼盘降价 引起骨牌效应 造成城市土地卖不掉 但政府维持一个 表面虚假的价格 最终结果是导致 开发商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降价 是开发商 现在唯一的自救之徒 如果城市政府 担心土地卖不掉 那就不卖地 这不是开发商 要担的锅 政府把开发商的 经营主导权 还给开发商 这是今天 惠州也好 深圳也好 乃至全国房地产市场的 当务之急 企业不能为自己的 生死负责 整个微观经济 就无法畅通 看起来政府的短暂敢于 事解了燃眉之急 但是也断了企业的 自救后路 不允许开发商 降价自救 最终会造成 大批量的僵尸企业 给经济带来更为深远的负面冲击 至于买房人 因为资产价格贬损而进行所谓的维权 这个各地都在发生 但是丝毫不应该支持的 如果降价了可以维权 那么未来房子涨价了 是不是要把增值部分捐出去 没有谁确保买家买房只赚不亏 刚需也不行 社会应当在这个层面 有一个基本共识 当楼盘降价引发了维权 这才是需要管理部门 出面干预叫停的 价格的波动 在别的市场 比如股票 黄金 空调 汽车 大白菜 都是在基本不过的常识 小学生都懂 偏偏在房地产市场 这个常识持续在遭遇着挑战 但是本质上 降价维权 和交楼维权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真正缓解的法子 是要B端和C端 重新有安定感 有收入 有信心 但这已经不是 房地产行业能够解决的了 这个行业的大调整 无论你怎么阻挡 都必须要经历一段 较长时间的痛苦过程